朱芷茵在魔力测试中 检测出了贯勇同款的治愈属性 就震惊了全国上下 平日里万人仰望的国王陛下 更是直接给男主下跪行李 恳求男主务必拯救他们的亡国 芷茵在这魔法横行怪物肆虐的世界 人们一旦身受重伤 在没有治愈魔法介入的情况下 将会面临九死一生 而且因为拥有治愈属性的人万中无一 能成长起来的回复术士更是寥寥无几 男主的出现 让国王对自己那千疮百孔的国家 又再次燃起了希望 殊不知就在几分钟前 男主还只是地球上的一个普通高中生 学习成绩一塌糊涂 却有着可爱护小动物的心 就连下雨天被人偷走了雨伞 也不会看见存物柜里有他人的雨伞就以牙还牙 被困在学校的他只能祈祷大雨快点过去 甚至幻想起自己要是会避雨的魔法就好了 结果没等来异世界的召唤 却惊动了笑话 校草也在这时候赶来 两人身为学生会的主席和复习 解决学生困难理所当然 在回去的路上 三人不禁探讨起了毕业后的未来 灵鹰却莫名失落 因为全科满分以及运动全能的他 在这无聊的世界根本找不到有意思的挑战 男主瞬间无语了 美女学霸都说这种话 那他来这个世界不是连充数的资格都没有 殊不知在三人默不作声低头走路的时候 空气中突然传来了一阵悠长的敲钟声 然而只有灵鹰和龙泉听到此声 男主耳里却只有滴滴答答的雨声 随着钟声越敲越响 三人的脚下突然亮起了魔法阵 曾经幻想过这种情景的男主立即明白了过来 这是要被召唤到异世界的节奏啊 听到这的灵鹰莫名兴奋 已经迫不及待要去挑战剑与魔法的世界了 随着召唤的光芒消散 三人来到了一个城堡内部 映入眼帘的是林格尔王国的国王 国王向众人解释了情况 原来为了拯救王国免于魔王军的清醒 三人以勇者的身份被召唤到了这里 与灵鹰兴奋到飞起不同 龙泉立马开始质问国王 凭什么要召唤他们过来 他才不管什么魔王勇者的 在现实世界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和期待他们回家的父母 要求国王给他们传送回去 结果国王却表示臣妾做不到 刚才的召唤术只能单向传送 也就是说国王这边并不掌握反向传送的魔法 或许打倒魔王就能找到回去的线索 这气的龙泉就要揍扁国王 但士兵随即便控制了现场 国王也在这事走向王座 下一秒竟直接跪在了三人身前 恳求众人留下帮助王国渡过难关 并承诺回去的方法也一定会找到 面对国王无比诚恳的态度 三人也只能接受勇者的身份 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国王能这么精确地从地球里把勇者捞出来 原来这种召唤魔法的原理是筛选聆听终生之人 只要能听见终生 就会出现魔法阵将有勇者资质的人带来 两人这才回过神来 男主可是没有听见终生的 也就是说他是被牵连进来的 但国王也没有放弃男主这个无资质的勇者 安排三人进行了魔力属性测试 只要触摸眼前的水晶球 就能知道自己可以使用并训练哪种魔法 此刻灵鹰已经迫不及待 第一个抢着去测试 只见他把手掌放在水晶球上 第一发直接就出金 金色就代表着拥有雷系魔法资质 看起来还似乎是先添满魔力 这简直太棒了 灵鹰十分满意 轮到龙泉 结果出现的是纯净的白色 这就代表着光属性 是对付邪恶魔王军的克制属性 天生的勇者 见此情况 一旁的灵鹰忍不住 给龙泉的攻击模式出谋划策 比如发射动感光波 制造光剑斩断敌人 看着中二魂燃起的灵鹰 男主不免破防 自己心里那个十圈是美的学姐 已经一去不复回了 最后轮到男主上场时 虽然男主有些忐忑不安 自己这个无资质的勇者 也可以拥有魔法 但随着手掌接触水晶球的瞬间 刺眼的绿色光芒照亮了整个房间 如同绿宝石将士 灵鹰还想询问神官 这绿色是什么属性 结果神官无比惊恶 下一秒神官抓起男主的手 然后慌慌张张的来到国王面前 原来男主持有的是治愈系属性 也就是说男主有成为 回复术士的前置 这下子可不得了 毕竟获得治愈属性的概率 是百万分之一 如今安全成长起来的回复术士 在整个王国也只是寥寥数人 可国王此时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反而十分慌张 他必须保护起男主 千万不能让那个女人知道 结果话音刚落 罗斯就闯了进来 而眼前的正是王国救命团的团长 是目前王国里排名第一的回复术士 因为某种原因 就连国王也要必让他三分 得知今天是召唤俑者的好日子 罗斯就想着来见识一下俑者 眼看罗斯注意到男主 国王连忙解释说他不是俑者 只是个不幸被牵连进来的 普普通通的少年而已 非常普通的那种 然而眼神犀利的罗斯觉得有诈 于是转头询问起男主话语 直至感觉不到奇怪才缓缓离开 可这时男主却追问起了国王 他那水晶球变率是怎么回事 话音刚落 罗斯就停下了脚步 在罗斯全力的追赶下 不出两分半 就把男主给带到了手里 国王无比心痛 怎么会让男主栽到女魔头的手里去了呢 不管国王在身后怎么车谎 罗斯根本没有要停下脚步的想法 林英和龙泉在得知男主被抓走后 开始追问神官原因 可两人在得知男主只是被绑去 进行治愈魔法的特训后 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训练严格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很快 罗斯将男主带回到了据点 从今天开始 这里就是他的家 然而还没等男主缓过神来 五个大汉便闯进了房门 罗斯给五人介绍起男主 并让他们要好好照顾一下 出来乍到的男主 但五人凶猛的自我介绍方式 差点没把男主吓得丢了魂 原来五人是罗斯的部下 但他们都不会治愈魔法 这五人是专门搬运伤者的 另外救命团 还有两个可以使用治愈魔法的人 只不过他们平时在别的地方工作 罗斯表示 接下来的日子 就由他来负责教男主治愈魔法 可男主觉得对方杀气太重 想要申请换个师傅来教 但罗斯根本不理会男主的想法 还强硬塞给了男主一个和蔼可亲的使用 接下来的日子男主也不知道会怎样 但现在也只能顺气自然 对于异世界来访的治愈魔法史 罗斯也是十分期待的 当回复术士开始修炼体术有多牛逼 做俯卧撑做累了 那就给自己一个回复魔法继续组 仅是两周半就练出了一身剑子肉 女神更是对他刮目相看 不过在一开始 男主却并不知道治愈魔法如何使 于是在救命团团长的指导下 男主开始了修炼 团长在教会男主如何感知魔力之后 团长又拿出一本书 让男主熟悉了一下这个世界的地图 以及所有魔物种类 第二天 团长给男主安排的训练项目只有一个 那就是跑步 因为他们救命团在战场中的任务就是救人 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体力在战场中登播 一开始男主这个弱鸡根本就顶不住 只跑了八百米就累倒下了 但团长根本就不给男主休息时间 眼看男主累得腿不停地打战 团长直接一个恢复魔法拍在男主 就这样在团长的监督和治疗之下 男主足足跑了一百公里 鞋子和袜子都跑坏了才停下 到了第四天 不需要团长的治疗 男主的体力也能跟得上其他团员了 不过在速度上 男主还是弱了许多 同样第五天 男主依旧只是在跑步 但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 他已经能不自觉地使用出恢复魔法恢复体力 而第六天 男主也依旧是在跑步 因为雨天路滑 男主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然而他受伤的手上 却出现了更加耀眼的绿光 自动帮他恢复了伤势 健壮团长也略感欣慰 于是第二天 团长便开始为男主训练起了抗击打能力 毕竟想要在战场救人 首先得在战场中活下去才行 不会挨打怎么能行 于是从此之后 男主除了每天跑步以外 就是挨团长的纵 而在第九天 男主也能主动释放出治愈魔法 为自己治疗伤势了 更是在第十天 学会了如何将治愈魔力引出体外 如今男主已经怎么跑都不觉得累了 健壮团长甚是欣慰 于是第二天 团长又给男主增加了一个俯卧撑的项目 因为有着回复魔法的加成 第一天男主就做了上万下俯卧撑 而团长也将他如此训练男主的目的说了出来 表示一个合格的回复术实 必须要有过硬的身体素质 这样才能在战场上快速逃离敌人 并快速地治疗更多队友 而男主听后也是豁然开朗 开始了更加努力地训练 第二天跑步时 更是给自己套上了副种 同时男主也彻底融入了救命团 开始变得暴脾气了起来 这天男主吃饭时只是接了杯水 就发现午饭被队友给吃了 就这样两周半过去之后 和男主一起穿越过来的两个同学 也来探望男主 然而当看到男主的训练方式之后 两人直接就惊了 不过就算如此 男主也依旧靠着回复魔法顶住两块巨石 并做出了一个俯卧撑 健壮团长也心为极了 决定提前给男主开启下一个训练计划 而看到男主那强壮的胳膊后 基尼也两眼放光 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但和他们同行的骑士团团长却看不下去 直接打断了罗斯的训练 质问罗斯为何要如此摧残男主 罗斯让他别多管闲事 表示他这是在把男主当成清传弟子培养 想怎么练就怎么练 根本就轮不着他来管 文言团长也不知该如何反驳了 随后罗斯让男主先去和同学酗酒 他有些话要和团长单独聊聊 而其他人也只好乖乖照做 随后几人在聊天时 男主也得知了基尼和基坤的训练方式 原来他们平时就是和团长练练剑术 和神官学学魔法 如果累了随时都可以休息 和男主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但基尼的目光 却一直放在男主的肌肉上 就在基坤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基尼一把掀开了男主的上衣 原来基坤想问的是 男主这么做痛苦不痛苦 男主表示虽然痛苦 但却痛病快乐着 因为他觉得自己只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能帮得上两人 基尼文言也向男主撒起了脚 表示自己以后如果受伤的话 男主可一定要赶过来救自己 男主也没想到平时大大咧咧的精英 居然也有这么女人的时候 就在这时男主的队友走了过来 正是为了补偿男主给男主送午饭的 看到他男主也瞬间换了一张面膜 看到男主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基坤也安下了心 同时他也被男主的努力所打 决定立刻回去开始训练 第二天一早 罗斯就把男主给叫了起来 并把男主给带出了城 打算让男主开始下一个训练 而此次训练的目标 就是在这片魔物横行的森林中 徒手抓一只大灰熊 男主一听瞬间就吓尿了 因为大灰熊可是蓝灰熊 活了上百年后进化而成的 罗斯居然让自己徒手去抓一只百年魔兽 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 但罗斯可不管这么多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不过是觉醒了 棍勇同款的回复术式技能 这按理来说是一件好事 可错就错在 他的师父不是个好人 而是比魔王还恐怖的魔鬼教练 为了把他锻炼成 能奶能输出的奶妈战士 于是将其扔到了充满魔物的森林 被要求如果不打倒一只熊大 就不准回去 这离谱的要求让他瞬间被吓尿了 按照这个落地的发展 这也意味着他还未出山 就已经挂毙了 但为了生存 他又不得不使用出治愈魔法来保密 总算是捡回一条小命 虽然对于这种锻炼方式很不爽 但如果不按照师父吩咐 就无法回去 区区熊大有什么可怕的 没想到癫痫发作的熊大却盯上他 男主想都没想抡起双脚就跑 按理来说 但凡被追上就要被打了 不过好在这具身体很有运动天赋 可没想到熊大的速度 竟与自己不相上下 回想起之前的魔鬼训练 区区的熊大与自己师父相比 简直是弱暴 于是他当即停下 准备与对方进行单挑 可下一秒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他听到前方正是一出铺 想都没想头 也不回果断纵身一跃 三只熊见到这个懦夫 也只能按道晦气转身离开 随波逐流一段时间后 男主第二次捡回了一条小命 上岸的第一件事 男主清点了随身携带的物资 除了干粮水壶 还有一把小刀之外 连个生火的工具都没有 此时却不容多想 饭饱过后 男主选择在树上休息 第二天 他决定出发猎杀熊大 首要目标是找到对方的栖息地 只有了解对方才能更好地下手 于是一路上 男主用小刀做了记号 找寻了大半天后 他终于在一处大树 发现了熊导痕迹 但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附近传来一想 以为是什么凶猛野兽出现 当即抡起小刀对峙了两秒半 可不料出来的 却是一只人畜无害的小黑兔 见到对方受伤了 善良的他顺手帮其治愈 可没等自己走几步 兔子却有情有意地棒上了自己 男主想让他不要跟着自己的 毕竟自己可是要与很危险的熊大决斗 小黑兔似懂非懂 还是一路跟着男主 并且还是一男主跟着他的步伐 就这样男主一路跟着小黑兔 果不其然是找到了熊大的气息地 观察了一段时间后 他发现别人是一家三口幸福美满 而自己却是孤身一员 要是一条三想营 根本就是在想屁吃 于是决定返回营地休息 由于没有火源生活 他在河边淇了一口生水 喝了下去 不料就在隔天观察熊大的时候 他直接痛得原地打滚 即使是用出治愈魔法也无法立刻治好 这让他明白了 怪伤和中毒根本不是一回事 就在自己快被拉肚子折磨的时候 好在小黑兔凑近安慰了起来 于是第四天 小黑兔带着他来到一处干净的水源处 于是男主再尝试了一口后 不料竟好喝到串息 本想跟小黑兔道谢的 可以回头 发现他很是害怕 甚至跳上了树上 男主很好奇也爬了上去 经过几天的相处 他察觉到小黑兔见到熊大都没这么害怕过 想必附近肯定有更加可怕的魔物才是 果不其然 在蹲守了两秒半后 一条巨大的白蛇窜了出来 就连书上都没有记载这家伙的资料 身体的本能告诉自己 绝对不能靠近这危险的家伙 对方全身上下都是满满的杀气 要是被盯上肯定是没活路 有经无险后 时间很快又过了四天 男主在观察熊大一家三口的生活后 有了一定的把握 决定隔天动手猎杀 然而不巧的是这天下起了大雨 小黑兔做出反常的举动阻止着男主 没办法 男主只好选择雨停后再做行动 经过长达两个半小时迎来了晴天 正当他鼓起勇气要找熊大厮杀的时候 却让他看到了傻眼的鹰鹉 要是被师父知道自己的猎物被抢了 他回去会被宰掉的 从他们的养痕分析 他很肯定是白蛇干的坏事 可对方却不是为了进食 而是出于好玩选择残暴的手段杀死 这时一旁洞穴发出声响 一头最小的蓝灰熊躲在了里面 原来父母为了保护他才选择与白蛇搏斗的 可无论如何唤醒父母却都无动于衷 小蓝熊撕心裂肺地哭喊了起来 看到眼前的景象 他感到非常不爽 本想抱着决心与熊大厮杀的 可现在自己的决心却被白蛇践踏 他决定要替小蓝熊报仇 于是在返回营地后 制作了趁手的武器 然后补充大量的食物 并做了一系列有氧运动 戴上小刀 调整到最佳状态后 他让小黑兔带自己去寻找白蛇的位置 小黑兔虽然有点怂 但看到男主的勇气后 还是决定带他前往 可到达目的地后 却发现复仇心切的小蓝熊正与白蛇决斗 当然更准确来说是一只小蓝熊在单方面被虐 看着面前凶神恶煞的白蛇 男主本能反应还是让他逃跑 不过与师父对比 眼前的白蛇根本不算是什么可怕的玩意 见到对方愣了一下 男主毫不犹豫冲了上去想捅对方了 可没想到却只是个圈套 好在自己反应及时来了一个急刹车 才免如落入蛇口 趁着这个间隙 男主抓住机会打了一个回马枪捅进白蛇眼睛 这一击痛得对方呕叫 白蛇打滚的同时用尾巴将男主给击飞 作为一名奶妈 他学会了受伤的同时释放治愈魔法治疗自己 在男主被激怒的同时 白蛇也愤怒发起了进攻 也在这时 他发现白蛇右侧受伤的眼睛是死角 于是快速绕到后方打算偷袭 但白蛇也看出了男主的想法 他用尾巴封住了男主的行动 在烟尘扰乱视线后 白蛇趁机咬住了男主的脚手 剧烈的疼痛让男主拉挖脚 原来白蛇故意放水是想让他跑到死角 不过作为一名奶妈 很快就通过治愈给自己奶上 忍着剧痛的同时 边奶边用小刀刺进了白蛇的大嘴 在僵持了两分半后 白蛇终于是松开了蛇口 原以为暂时性脱离危险了 不料这时却眼前一黑视线开始模糊 他是没想到庞然大物也存在剧毒 实在够卑鄙的 当然有了先前喝了生水重不后的经验 他选择从内部治疗排除毒素 接着拖着受伤的左手 立马朝白蛇发起冲锋 白蛇想用尾巴阻挡的 危难之际 小蓝熊竟然站了出来 帮男主挡住了尾巴的攻击 并示意男主往前冲便是 这里就交给他 面对这样一个奶妈战士 白蛇竟然活生生被耗死了 而小蓝熊在看到泪趴在地的男主后 在他脸上蹭了蹭表达了感谢 然而本该死去的白蛇竟然回光反照爬了起来 男主瞬间绝望了 刚才治疗用的魔力已经耗光了 小蓝熊想拖着男主走 没想到已经来不及了 在凭死之际 男主想起了自己的师父 都是这个魔鬼害惨自己的 于是破开大骂对方是个暴力女 下一秒 没想到师父竟然从天而降 一拳就将白蛇给干趴了 见到师父亲临现场 男主尴尬死了 当场给对方跪拜 要是给对方知道自己刚才的大骂可不得了 于是立马转移话题 他很好奇师父为什么会出现 原来是小黑兔通知的 这是他的得力战将 并且是派来监视男主的一举一动的 之所以扮演受伤也是为了博取同情心 男主瞬间猛逼了 师父也很猛逼 他是没想到熊大竟然会被白蛇杀死 之所以一直监视着 是因为白蛇是魔王军改造的魔物 而小蓝熊为了报恩 也选择跟随男主 虽然没有击败熊大 不过师父还是认可了男主的实力 从今天开始也就有了资格 那便是与他一同战上战场的资格 而男主经得起痛苦的肉体 体能和强韧的精神力 这三点可是其他治愈魔法使没有的东西 至于为何要这么快上战场 原来魔王军正在准备进攻这个国家 人得知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那就是魔王军要来了 这就意味着战争即将打响 经过前面男主出色的表现 罗斯准备让男主跟着他一起去前线治疗伤员 虽说还有其他两名治愈魔法使 但他们的职责跟男主不一样 现在距离战争开启还有一小段时间 罗斯让男主做好战争的觉悟 而另一边 魔王军第三军团长正在被魔王召解 魔王军已经集结完毕 很快就能出兵 魔王命令第三军团长坐镇后方指挥 面见魔王后 第三军团长遇到了一个羊头人 此人被称为怪物博士 名叫休尔·路克 专门研究魔制怪物 之前男主遇到的大蛇就是他的71号节奏 不过他被席古勒斯在战场上打败后 就不见了踪影 如今制作的72号魔制怪物 依旧是大蛇的形象 但72号比起71号有很大感量 所以指挥更强 不过第三军团长依旧不对72号抱有期待 因为对方还有一个名叫罗斯的回复术士 不仅乃量离谱 而且还是超一流的战士 自己的老师也跟他有些过节 所以第三军团长很想把罗斯给杀 但此次他必须坐镇后方指挥 前线冲锋只能交给不死的按摩法师 身为黑骑士 由他来冲锋陷阵自然最合适不过 而另一边 男主要想跟着罗斯当前卫回复术士 显然还差点活 并且由于男主带回来一个蓝灰熊 也不能让他白吃白喝 于是罗斯就准备让他也加入工作 当然说是工作其实就是换个地方睡觉 因为蹲位足够 所以他以后就充当战场上的商员 让男主模拟实战就职商员训练 当然内容其实依旧是跑 但突然草丛里就有人出来偷袭 并且正面也有阻拦 这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战场而设计 就这样男主坚持了一个小时后 也依旧不断有人阻拦偷袭 坚持到三小时之后 甚至还有专门为他设计的机关 就这样仅仅过了四个小时 男主就有些力竭 很快就累的倒在了地上 要知道平常他都是随便跑一天也不会累 可如今竟然只能坚持区区半天 这时罗斯出现 告诉他这是因为在战场上人会紧张 恐惧交流 被情绪影响后很快就会感到疲惫 所以当然要比平常更快利解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就是适应这种环境 养成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影响的精神力 再给男主一个治疗后 罗斯让他下午就沿着城堡和附近城镇堂 男主有些疑惑自己背着魔物进城 真的可以 但见到罗斯都下命令 他也不得不照顾 令他没想到的是 就算背这个蓝灰熊 城镇里的人也丝毫不慌 反而在一旁像是看热闹一般 这是布鲁林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顿时就睡意全无 指着一个地方让男主跑过去 来到一个水果摊钱 蓝灰熊看着一个水果直流口水 但男主没带钱 便先问了这个水果的名字 老婆婆拿起 表示这东西叫被俘虏 是本国的特产 顺便男主又问城里的民众为何不怕自己 明明自己可是背了个魔物进城 老婆婆表示男主这身装备一看就是救命团的人 所以众人当然不会害怕 毕竟救命团的人可是经常来到附近跑步 解开了疑惑 男主表示下次来买老婆婆的水 然后就准备离开 但老婆婆却叫住他 将一个被俘虏递给他 当作友好的象征 刚接过就被布鲁林一口吃掉 然后就准备继续跑步 这是一个小狐妖从后面搬着水果出来 看着男主露出的友好的眼神 这时男主正好路过城堡 决定去看看学姐 这时路过的黄毛看到了他 立刻从后面叫他 可男主跑得实在太快 他根本追不上 大声喊了半天男主才注意到他 而此时的黄毛已经累的趴在了地上 男主赶忙给他一个治疗 一问才知道黄毛就是救命团 其他两位回复术士之一 名叫奥尔加弗劳尔 不过他根本跟不上罗斯的魔鬼训练 所以主要和他妹妹负责在战场后方治疗 但想到刚刚这祸竟然累得晕倒过去 男主也不禁疑惑起来 原来黄毛并不擅长治疗自己 但治疗别人还是可以 没想到回复术士还有不同的类型 当得知了男主竟然要跟着罗斯去前线后 黄毛也是有些震惊 但他还是安慰男子 那些前线冲冲的骑士往往才是最危险的 如果放在他们部 他们就只能在原地等死 如果有了男主这样的人 他们就能避免死亡 虽然男主的工作很辛苦 但他相信团长不会把这份工作交给不信任的人 男主也瞬间就想到了一束盒学姐 陷入了沉思 这时黄毛也准备回去诊所 否则妹妹恐怕要骂他两天半 领走时 黄毛请求男主不要讨厌罗斯 男主当然也不会讨厌 顶多只是有些牢骚而已 因为他也知道自己正在跟着罗斯 干一份伟大的事情 来到城堡门口 侍卫直接就放行了 毕竟男主可是救命团的人 所以带魔物进去也没关系 男主很快就找到了正在训练的学姐 此时的学姐正在训练 见到男主过来 立刻跟他打招呼 不过一看到男主背了个毛茸茸的东西 学姐的注意力就全都放在了布鲁林身上 可爱心泛滥的他很想摸一下布鲁林 两人闲聊了一番 男主看到犬上的手因为训练受伤 于是立刻抓住他的手 给他来了个制度 犬上一脸期待的以为 男主这是专门来找自己 男主表示是来找一树和犬上的 果然男主是会说话的 不过今天一树不在 现在的他刚离开王国 为了增加战斗经验 所以他跟着席骨勒斯去了森林里历练 而此时的他们正遭遇一群猎狼的袭击 男主不禁有些担心一树 不过犬上表示这都是必须经历的 等到一树回来后 就该他去历练了 两人又闲聊了一番后 男主也准备回去了 距离上战场的日子越来越近 男主觉得一树和犬上上了战场 自己必须为他们做点什么 曾经的自己在原来的世界办不到的事情 在这里的自己或许就能办到 晚上回去后 罗斯早就在等着他了 一番傲娇的寒暄后 罗斯也准备离开了 但男主却在这时叫住了他 在经过这一天的事情后 男主也想明白了 那天与大蛇战斗后差点死掉 紧接着就听到要上战场的消息 其实男主是有些害怕的 他确实是有了B站的降组 但经过今天的事情后 他觉得比起B站的念头 他更想要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 第二天男主还没睡醒 罗斯直接丢给他一包物资 国王已经下了命令 让男主今天陪同勇者犬上去森林里历练 皮卡丘班的学姐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在遇到强盗袭击时 能发射百万福特制服对面 在野外生存时 小手往水里一放就能垫翻几条鱼 当然烤火取暖也不需要钻木取 这天男主一大早就背着小熊出发 只因大姐头接下了博王的委托 要让男主和勇者灵鹰外出去森林 进行实战演习 训练时长两天半 当然男主非常乐意接下任务 临走前 大姐头告诫灵鹰 男主的治愈魔法并非万能 虽然中毒和受伤都能治好 但死了就完蛋了 听到这的灵鹰无比严肃 连忙肯定了大姐头的教诲 可等到大姐头离开后 学姐又原形毕露了 没想到连熟睡的小熊 都不让摸熟时事把学姐气怀 而两人刚才的争吵 也把小熊弄醒了 健壮男主直接把对方放到地上走 可小熊依旧还是没睡醒 走起路来东倒西歪 这让学姐看到了机会 想让小熊回到背上睡个回笼觉 可没想到一向怕生的小熊 居然同意了 看来着实是把孩子困死了 在感受到身后毛茸茸的体温传来时 学姐兴奋不已 想要把这250公斤的胖熊背起 却差点被对方压断腰 最终学姐只能含泪 把小熊放下让对方自己走 也在这时小熊嗅到了前方有气息 而随行的魔法石也感应到了前方有杀气 接着几只强盗从小树林里钻出 放眼让男主等人把之前的东西丢下 否则后果自作 可学姐听到他们的发言开心的像个孩子 这就好像是游戏里的剧情 主角团就要成了杨善了 想到这的学姐立马使出百万福特 将刚才发言的强盗首领便运 见状男主也来了兴趣 让学姐尽管大窄身手 只要人有一口气他都能救回来的 听到这的学姐彻底没了后部之忧 只要电不死就往死里电 可还没玩上两秒半 一群红野猪突然杀出 打断了学姐的电机疗法现场 由于野猪数量众多 一阵慌乱后直接将队伍冲散 而男主和学姐则是被野猪顶下了悬崖 但好在下方是一条河 而这时男主也想了起来 这里正是当初自己修行的地方 很快两人被湍急的河流冲到瀑布下方的河流 在男主醒来后 已经被学姐救到了岸上 这时天色已晚 要在魔物横行的森林里行动十分危险 眼下找到安全的地方 露营是最明智的选择 学姐也同意 只不过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呢 男主表示他上一次就是爬到树上过夜的 便询问学姐也能上去吗 学姐当然不会爬树 虽然以前在地球时想过要爬树的 可身为大小姐的他各种行为都被家里人限制 见到学姐陷入沉痛的回忆中 男主便转移了话题 询问学姐拿前方的洞窟过夜怎么样 学姐表示可以 不过眼下更主要的是把身上穿的湿衣服换下 学姐还特意提醒男主不要过来偷看 可男主一点反应没有 瞬间让学姐很是尴尬 随后为了准备今晚的晚饭 学姐小手往水里一放 下一秒噼里啪啦的电流响起就捞起了几条鱼 当然烤鱼也需要学姐点火 接着男主一边烤鱼一边暖身体 可这时学姐却躲在了一旁流口水 当看见男主那健瘦的肌肉时 学姐还是忍不住脸红 迫不及待就想要去目腹肌 这时学姐注意到前方有一群小猴出现 便忍不住好奇跑了上去 男主在一旁科普这是绿毒猴 虽然长相可爱 但他们有毒所以不能摸 可话音刚落学姐就已经上手 好在有男主这个回复术事在场 不然学姐小命都不跑 但同时男主也十分感激有学姐在身边 能抓鱼能点火 简直就是露营必备的好帮手 可听到这的学姐明显不乐意 哪有这样夸女孩子的 就好像把自己当成了露营工具一样 随后在两人的一番吐槽下 也到夜晚休息的时候 为了安全他们得轮流值班 守着火堆旁的学姐又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 便轻声询问男主有没有睡着 而男主一直没睡 似乎就是在等着学姐吐露心声 学姐问及男主被召唤到这个异世界 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还想回到地球吗 对于这个问题 男主也一时间给不出答案 他既想回去又不想回去 毕竟都在这边的世界 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婚姻 学姐直言自己不想回去 原因是这个异世界 让他体验到了久违的自由的感觉 在地球时 他都一直活在家人的束缚下 虽然是取得了人人渴望的冠军 但那些名利并不是他出自内心的追求 相反在这异世界自由玩耍 他能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 文言 男主坦率表示不回去地球也没关系 其实他在地球时事班上的吊车尾 时不时就会去仰望学姐和龙泉那样的学霸 甚至来到这世界后 也自卑得不行 一度想着不能成为两个学霸的绊脚石 于是开始拼命地修行 但是现在已经不同 自打自己下定决心要以救命团圆的身份 保护学姐龙泉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气 自己活下去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 听到这个学姐也颇有感触 既然大家都想留在这里 那他就发誓要扮演好勇者的身份 保护这个地方 隔天一早 两人开始寻找出口 这是前方的树丛里传来一阵稀疏声 学姐下意识地拔剑警戒 可没想到蹦出来的却是自家的小熊 原来是他根据气味带着人找到了男主 而总算会合的他们 也算是完成了这次时长两天半的联系 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只不过在大街上偶遇小萝莉 竟在对方眼中看到不久后的未来 魔王军和国王军大战来临死伤无数 就连身为勇者的学姐和一束双双被黑骑士给嘎了 一闪而过的未来片段让他瞬间汗流加倍 不久前男主和学姐从黑暗森林平安回来 得知消息的一束连忙找上他们 当时听到两人被魔物袭击而失踪 差点按捺不住独自一人去寻找他们 但救命团团长对他说 男主可没那么简单就死掉 然后就冷静下来了 寒暄一会后几人也就此分开 与此同时国王这边 在审问袭击男主等人的盗贼口中得知 他们是穿越了平原地带来到这里 一路上遇到的魔物数量比平常的要少 正觉得奇怪的时候就遭受一大群红毛猪袭击 如果他们所言为真 那么平原地带的魔物很有可能集体逃跑了 而魔物的逃离唯有一种可能 就是在森林中出现可怕的东西 不出意外的话魔王大军已经来临了 这一次战争规模肯定比以往的要大不少 甚至会全力出动一举侵占这个国家 文言国王命令军团长 通知各部队队长整装待发随时出动 也交给罗斯一个重要的任务 本来这件事不应该由救命团团长出动 但在国内较成最快的人也只有罗斯 让他去确认魔王军入侵的状况 正当罗斯准备离开时却被国王叫住 国王希望他回来担任大队长一职 文言罗斯直接拒绝 只因自己并没有国王所想象的那么完美 国王不理解 身为第一个担任大队长的治愈魔法使为何要贬低自己 罗斯表示没有贬低而是事实 以前发生的事让他耿耿于怀 就算是死也不可能忘记 虽然现在已经接受顾下们的死亡 也明白人死无法治愈 但留在右眼的伤痕让我始终忘不掉那些家伙 也是因为自己的傲慢才会害不下死去 自那以后也让我明白 无论多么优秀的人 只要死了就是死了 而这道伤痕也是为了不让我忘记罪孽深重的惩罚 所以回来后才成立了救命团 成立了这个以救人为目的的非战斗组织 虽然在两年半前救命团拯救了无数士兵 但其实自己创立救命团还有另一个原因 他想要死不了的不想 国王都猛逼了 这特么都超越人类可祈求的范围了 罗斯也明白 所以才要不断的训练 只因治愈魔法使能够超越人类极限的训练 也需要拥有不屈服任何对手的钢铁意志 本以为具备这种条件的人不可能出现 但直到遇到了男主 简直就是他的梦中情难 无论是生存本能和适应能力 还有那活下去的意志以及不服输的精神 不管训练多苦多惨 始终在自己面前表现出反抗的态力 展现出永不屈服的决心 所以他一定要将男主培养成理想中的治愈魔法使 说完后罗斯便前往边境探查 另一边男主回到据点 罗斯领走前给男主留了一封信件 明天的训练暂停 出售完毕 届时就能开始大肆进攻王国 然而就在这时 团队长 太阳立刻了 什么 向后岸から丸太が飛んできたように見えたけど 丸太だと あの距離で 第二天一早 男主来到地图所在位置 妹妹看到男主的救命团的打扮 瞬间就明白男主是罗斯新收的部下 他名叫露露 不久前也从哥哥口中得知男主的名字 也欢迎男主来到他们的诊所 刚好哥哥正好在为患者看着 也邀请男主前去看看 不过要注意安静 哥哥他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此时的他全神贯注地施展治愈魔法 男主察觉到 奥尔加施展的治愈魔法颜色浓厚 魔力也非常顺滑 跟他自身的治愈魔法完全不同 没一会原本疼痛不已的小孩已经治疗完了 随后奥尔加也得知男主是帮罗斯送信 妹妹也好奇救命团成员现在怎么样了 当时他加入没多久后就坚持不下去了 因为他和哥哥的治愈魔法属于偏向治疗他人 刚加入救命团的时候 罗斯非常热心地训练他们 一开始我们也充满了干劲 但很可惜体能始终跟不上训练 加上罗斯非常严格久而久之开始害怕起来 那时的他心中似乎有种执念 不过最近他似乎看起来蛮开心的 文言男主都裂开了 肯定因为有了自己这个新沙包所以开心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道急匆匆的声音 他的朋友修理屋顶时候掉下来了 还波及到其他两个人 见状奥尔加也让男主一起去一趟 转眼间就来到事发弊点 刚好有三位受伤 需要尽快对他们进行治疗 也拜托男主负责其中一位 但看着眼前痛不欲生的男人 男主不禁地担心起来 自己也只不过帮奥尔加和学姐进行治疗过 当时两人都不是刻不容缓的伤势 一旦爆发战争 那么就得在战场上治疗比这人更严重的伤 为此也做过训练 但心里始终没底 见状奥尔加让男主冷静下来 治疗跟对象和地点无关 你就是拥有治疗眼前治人的力量 现在唯一要做的是相信自己能够办到 文言男主回想起一数层对他说过 就算自己遇到危险 罗斯始终完全相信自己 在那个时候罗斯都选择相信自己 那么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行了 仅仅过了一会男人的伤势就被完全治愈 在回去的路上 幸好有男主的帮忙才能及时治疗 甚至那个人起来后都吓了一跳 一点痛感都没有 还以为腿部被截肢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希望男主多来诊所帮忙 答应下来后男主也随之离开 然而就在男主离开没多久 一位小罗莉紧紧抓住他的手臂 正当男主以为他迷路的时候 猪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只不过在路上偶遇的兽儿小罗莉 竟然拥有非常稀有的预制魔法 在未来的片段内 看到学姐和一树死在黑气室的手中 刚好路上遇到侦查回来的团长 也在团长口中得知 兽儿小罗莉年仅12岁 就能躲过盗贼和人口贩子 一个人来到这个国家生活 当时看到都不敢置信 只因亚人对于人贩子来说是理想中的猎物 特别是兽人族 除了外貌非常漂亮 部分人还拥有稀有的魔法自治 男主好奇 会有能让人陷入幻觉或看到未来的魔法吗 团长思考了一会 让男主先回去 转眼间团长就来到城堡 也把侦查到的情况报道给国王 破坏桥梁也为王国争取到几天时间 剑撞国王当即宣布 明天将通知士兵和民众魔王军进攻的消息 也让军团长通知永者龙过来一趟 与此同时据点内 男主翻来覆去始终无法入睡 回想起团长所说的话 万一兽儿罗莉遇知梦是真的自己该怎么办 临走时罗莉也对他说 这是你能选择的未来 那么就代表着未来是能够改变的 就在这时 窗外飘着几个光点 走近一看没想到是遗书找了过来 随后两人来到小树林 看到遗书那么晚过来有点意外 毕竟和魔王军大战也即将来临 闻言遗书笑容逐渐消失 其实他也是为了此事而过来找男主谈心 在来之前国王刚好通知他们 与魔王军战争终于要开始了 虽说早就做好觉悟 听到消息时候也没多么惊讶 但他发现学姐似乎已经做好战斗的觉悟 不过自己一想到要上战场就无法入睡 于是逃出了城堡来到这里 虽然有点丢人 但自己真的非常害怕 害怕战斗害怕上战场 之前在亡国外与魔物对战的时候 看到气势汹汹的狼人双腿都被吓得发乱 好不容易将拼死抵抗的魔物打倒后 也终于明白自己对现况到底有多乐观 届时魔王军肯定抱着杀死我们的决心攻打过来 一想到这些就害怕的不行 闻言男主笑了出来 他还以为遗书是不会迷惘害怕 人们对自己的期望越大也会形成一种重感 其实也不用特地去回应周遭的期待 偶尔也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放在第一位 一树好奇地说道 他想听听男主的真实想法 闻言男主毫不犹豫地表示会上战场 帮助与魔王军战斗的人们 不久前自己也害怕不 但最终也下定决心 来到这个世界也经历了非常多事情 虽然有很多痛苦的事 但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心地善良的人 愿意接受被波及来到这个世界的自己 为我指点该走的道路 所以想要帮助这些人 也包括一树和学姐在内 闻听此言的一树紧紧握住拳头 突然就给了自己一个大逼动 这一刻内心也下定了决心 既然男主都做好上战场的觉悟 那么身为勇者的他也不能落后 虽然还是很害怕 但也只能勇往之前 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 他要为保护男主和学姐的战斗 也要一起守护这个王国的人民 就这样 一树的心结也随之打开 也多亏了男主让他振作起来 第二天一早 国王便宣布魔王军已经来到国境附近 他们将会在平原地带与对方展开战斗 两年前王国军曾经历千辛万苦 才击退魔王军 而这次敌人想必会比当时更难以击退 不过现在的王国军也不再是两年前的战领 如今王国有两名从异世界召化而来的勇者 再加上活跃于战场游走的救命团成员 他们也会必定借由治愈的能力 在战场上担任重要的角色 帮助受伤的士兵们 一时之间可能会有人迎来不安的情绪 但国王非常确信 这一次王国必定会胜民 只因他非常清楚 王国拥有一群浑身是胆强壮勇猛的士兵 毫无畏惧地战斗到最后 等回到据点 露露看着眼前可爱的蓝灰熊两眼发光 对毛茸茸毫无抵抗力的他简直爱不是什么 也询问男主能不能摸摸他 男主表示无所谓 但蓝灰熊有点高冷 随后团长让男主来到他的房间 他想再一次确认男主在战场上的职责 和他一样在负责在前线治疗伤员 但在战争前期他们是不会去前线 由团员把伤患搬到后方据点 届时奥尔加和露露负责治愈伤患 只因战争前期并不会出现太多伤者 如果贸然过去反而会造成前线混乱 甚至会变成敌人最好的目标 我们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随便治疗伤患 比如我方有人受了轻伤还持续战斗 这时靠近帮忙不仅会变得很碍事 严重点可能会害了对方 两军交战的时候战场会非常混乱敌我部分 需要做到迅速判断谁需要得到救治 说完后便把身前的盒子推给男主 当男主打开后 团长表示这是救命团的正装 为了在战场上显得醒目而选的颜色 让友军看到救命团的成员也能增加气势 紧接着狠狠揪住男主的衣领说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 虽然体能提高不少 但也不要忘记治愈魔法并非不死之身 一旦死了就真的死了 所以在战场上最不应该做的就是轻忽自己的幸运 男主表示他也不想年纪轻轻就嘎掉 当治愈系战士创始人遇上了魔族 战将究竟会发生怎样精彩的大战 身为魔族顶尖大将没想到自己 会被区区一个人类轻松的击退 更让他糟心的是他引以为傲的风系魔法 竟然挡不住罗斯的拳头 即使用风刃困住了对方 也拦不住对方走出包围 最主要的让他头疼的原因是对方不止是名 强大的战士还是一名治愈魔法使 就在不久前 罗斯接到了去往边境调查魔族动向的任务 因为魔族拥有超越人类的力量 国王派遣了最强特种兵 小分队罗斯小队前往调查 因为国王相信凭借罗斯的实力 魔族也不会轻举妄动的 到了晚上 罗斯将准备去林格尔的 黑暗调查告诉了小队 这次任务会很危险 必须要做好完全准备 并且自己将和你们一起上前线 众人听到无比的兴奋 毕竟罗斯是一名治愈魔法使 而且实力还相当强大 就算在战斗中受伤了 还能快速治疗 很快罗斯众人来到了 林格尔的黑暗搜查 经过了白天一天的搜查 没有查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到了夜晚 副队长艾威尔提议 明天前往森林西侧调查 由于那里并不好走 只能舍弃马匹徒步过去 不过其中一位队友 却表示可以先从马能走的地方 先查起这样比较有效率 艾威尔却表示女人的第六感 告诉他 西边肯定会有重大发现 众人表示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们照做就是了 毕竟他可是除了罗斯以外 众人最认可的副队长呢 说完众人直接跑路睡觉了 罗斯直接让艾威尔 先休息自己先来守夜 夜深了 罗斯发现艾威尔还没有睡着 随后艾威尔就询问起罗斯 为什么会选自己当副队长 毕竟自己在这个部队中 平平无奇没有什么特点 毕竟队长已经牢牢地 掌控好了这支部队 而副队长所做的工作只是 写写报告和武器申请啥的 这跟打杂没啥区别 罗斯却表示这些事情 都得有人做 而且说不定每天自己就 把队长一直就交给你了 这把艾威尔惊呆了 毕竟罗斯已经是大队长了 没有办法一直待在一个部队里面当队长 迟早有一天 要把这个部队交给你指挥的 这把艾威尔吓得够呛 只说自己不行的 交给自己会引起内讧的 自己会第一个挨揍的 罗斯却表示把自己的伙伴当成什么了 艾威尔表示队长你也知道 我的性格很顽固 自己不认同的命令是绝对不服从的 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就算是被所有人否定 自己也会贯彻到底 自己不会服从任何人 如果有人有意见 自己会用自己的能力让他们闭嘴 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情当上歧视的 但是直到遇到队长你 原本打算还是跟以前一样 只要不认同的命令自己就忽视他 只不过在你面前往往只有被暴揍的分 越反抗挨打越狠 就算逃跑也很快被抓回去 努力反抗过反而被揍得失去记忆昏迷过去 那时的自己发誓绝对不能输给你 不管多么苦的训练都要克服下来 只为有一天让你刮目相看 当然有这想法的不正艾威尔一人 部队里的其他人应该都有跟我一样的想法 都觉得你是最理解他们的人 听到这里 罗斯给了艾威尔一脑壳 罗斯说到少跟我撒娇了 一群无法独立的小鬼 你刚才说最懂你们的人是我对吧 那你觉得自己会推选不出来 合适的人当队长吗 我选你当队长可不是乱选的 我是确认了你才选的你 你只要下定决定就不会犹豫 不管什么状况 都不会使你动摇并且维持局面 对周围的人而言光凭借这点 就能成为大家的精神支柱 随后罗斯准备休息 并且让其他人赶紧睡觉 其他人正在一脸坏笑的看着艾威尔 表示副队长我们很相信你并且 关键时刻会好好听你的话的 害羞的艾威尔脸瞬间通红了起来 第二天 众人翻山越岭 爬到了森林西侧顶点 随后发现了周围全是魔族 狩猎魔物留下的痕迹 而且还是新鲜的刚刚离开不久的样子 艾威尔好奇到为什么魔族大费周章也要 来到人族地盘狩猎魔物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魔物的吼声 罗斯命令众人展开战斗队形 前往事发地 而此时魔族正在狩猎魔物 领头的魔族战将很快地发现了罗斯小队 于是罗斯众人也不再隐藏 命令众人在原地待命 自己一个人上前交涉 魔族战将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也非常不满 但若跟未来的利益有关也不得不来完成 罗斯表示是什么任务 魔族战将怎么可能会说 罗斯也懒得继续追问 如果你们现在乖乖撤回去 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魔族战将表示你的口气倒是挺大 看起来你的确是有这种实力 不过既然你们已经看到了 就不能放任你们活着回去 所有人都要交代在这里 随后罗斯表示 把指挥权交给了艾威尔 自己将对付魔族战将将无法分心 战斗开始一触即发 随后就是将对将 兵对兵战场两极分化 魔族战将用出风系魔法 向罗斯发出锋刃攻击 罗斯用出超高速移动躲开了对方的攻击 来到了对方的身前一拳打在了身上 但因有魔法护盾的原因成功抵消了伤害 但是罗斯却没有打中的感觉 反而被对方的锋刃划上一刀 随后罗斯看了一眼后面的战场 接下来全力地去应对魔族战将 在发现对方踪迹后 只见罗斯拔起一棵树 朝着男人的方向扔了过去 木头也精准无误地将男人截停 紧随而来的又是更多木头 但都被男人轻松化解 此时更大的树木袭来 重重地朝男人砸了下去 但这并没能困住男人 他所信江峰刃包裹全身 罗斯直接上前硬钢 也看不走笑 于是男人决定江峰刃裹住罗斯 男人这时才意识到 罗斯是一名奶妈 靠的是单纯的体能 以及治愈速度在战斗 男人随即表示自己叫尼路 紧接着召唤出一把剑 随后两人便碰撞在了一起 这个男人怎么都没想到 身为魔族大将军的自己 竟会被一个治愈术士 打得毫无反抗之力 对方不仅肉得一逼 且力量大的夸张 甚至对他造成的伤害 也仅用两秒半就完全治愈 从未见过如此不讲理的治愈术士 他的出现必定会影响魔族的大劲 没想到不过是 简单的捕捉魔物的任务 最后竟然会演变成这样 就连亲手栽培的部下都死伤惨重 但也不得不承认 罗斯部下之间的配合相当不错 也是他出道两年半以来 遇到过最难缠的对手 现在人类阵营也没有勇者的存在 但他从罗斯身上看到了 成为勇者的潜质 如果继续放任他成长 那么岂有可能会在未来 阻扰魔族悲认的最大障碍 话音刚落 魔族布下一锤子囊在少女的头部 一瞬间陷血四箭 等众人反应过来时 两人已同归于尽 就连其他魔族仿佛已将死亡抛之脑后 不要命的一伤患伤 就算被刺穿身躯 也犹如蟒蛇缠绕般的死死抓住对方 等待他的是众生平等的锤子 殊不知他的目的就是扰乱罗斯的节奏 当一个人陷入愤怒之时 他的攻击行动就会变得非常淡定 再加上他手中武器 是能够斩断魔力的红色魔剑 被攻击的对象将会附加暂时性的诅咒 只要受到伤害 那么任何治愈魔法都无法恢复 眼看自己的部下就这么一个个被魔族囊死 就算想上去帮忙 却又被尼璐给阻止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趁着罗斯无法治愈伤势 尼璐也打算一击就将罗斯杀死 而罗斯受伤的眼睛也让他无法准确判断距离 本以为到此结束 面对致命一击 艾威尔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性命抵挡攻击 当罗斯回头一看 部下和魔族的尸体已经堆积如山无意活口 罗斯瞬间崩溃了 曾经的他们对自己非常信任 不管发生什么罗斯都能将他治好 就算在死之前也必定深信着自己一定会去救他们 只要有他在的话就不用担心死亡 明明有机会逃跑 却为了救自己而死在对方手中 罗斯非常自责 都是因为自己太过弱小 也太过相信自己的努力 才会导致深信自己的部下一个个死去 也就在这时 术后方传来一道声音 艾米拉慌张地看着自己的师父手足无措 原本在后方待命了他 看着自己师父身受重伤想要去救他 看到这一幕的罗斯不敢置信 把部下当成弃子的男人 居然和他一样会被部下所救 眼看他们要逃跑立马制止 但是当艾米拉回头的一刹门 让他仿佛看到艾威尔的身影 心中顿时百感交集 虽然很想追上去 但奈何自己已经毫无力气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逃走 也没想双方交战最后的结果竟变成这样 也就在这时身后传来艾威尔的声音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一步步爬到他的身边 也第一时间使用魔法为他治愈伤口 但很可惜 魔剑的伤口砍得太深 治愈魔法根本起不了一点效果 艾威尔紧紧握住罗斯的手说道 能跟在罗斯的麾下战斗 让他感到非常幸福 大家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虽然他们先走一步 但希望罗斯要永远维持 被我们崇拜的 等回到王国 罗斯也将魔王即将复活的消息 报告给国王 不久的将来会计划入侵王国 同时也请求国王解除他的大队长之职 经过这次的战斗 他明白他已经没资格自称骑士 说罢便离开了现场 在回去的路上一道声音叫住了他 两人是罗斯死去的一位部下家人 他们是向罗斯道谢 感谢罗斯对他儿子的照顾 虽然知道自己的儿子战死 但他们却一点都没责备罗斯 最后也将他的尸体带了回来 也能让他们见到儿子最后一面 也看得出他走得一脸满足 以前的他可是恶名昭彰的不良少年 但自从成为你的部下后 笑容经常挂在左边 我想他一定不后悔成为你的部下 寒暄过后罗斯也回到据点 看着空无一人的屋内 坐在地上的他久久无法平静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 军团长前来探望罗斯 他也知道不久前博王也曾经来过 经历了那件事后 罗斯足足把自己关在据点一个月 生怕想不开追随部下而死去 不过对于罗斯来说 死了或许也是不错的选择 文言军团长狠狠揪住罗斯的衣领 见状罗斯也向他解释 曾经也有过这个念头而已 在这一个月时间他也想明白了 被魔剑砍的伤势也渐渐恢复 不过他并不选择治疗自己的眼睛 想要将这道伤口铭记于心 也是他看着部下被杀的罪孽的正义 他不能辜负艾维尔对自己的信任 也许活下来的他可以选择复仇 去杀了那个恨之入骨的男人 然后再用这双手尽可能地去杀更多的魔祖 但仇恨只会生出更多仇恨 所以他决定 这也是罗斯成立救命团之前的故事 他非常庆幸遇到了男主 只因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治愈魔法使 就能完成训练 利用治愈魔法让自己超越极限的锻炼 也是他发明的 但能做得到的人也仅仅只有他们俩 与此同时 魔族的桥梁也已经建造完毕 不久后魔族大军即将入侵王国 拥有能将一切伤害反转的能力 无论是物理攻击意或者魔法攻击 只要他想 便能够将对手所造成的伤害 原封读动的反弹回去 就在刚刚 魔族大军大举进攻边境 然而王国早有准备 在边境布置大量的魔法时 打算利用远程攻击消耗一波打乱魔族阵型 面对成群的魔法攻击 正常军队来说必定溃不成军 当浓烟散去的那一刻 原本来是汹汹的魔族大军竟消失在眼前 这一刻军团长也察觉上当 刚刚的魔族大军只不过是幻影制造出来的魔法 反应过来的时候 敌军身影已出现在西南方 剑状学姐和一树连忙赶过去阻挡 与此同时营地后方 救命团成员已蓄势待发 黑衣服的团员在第一时刻深入前线 将受伤的士兵搬运回来进行治疗 而黄毛两兄妹则负责在帐篷附近进行救治 虽然安排了红毛保护他们 但也表示遇到危险要第一时间逃跑 只因在战争中 每个治愈术士都是非常重要 而罗斯和男主则等战争进行一段时间后再进入 话音刚落 唐已经将受伤的士兵搬运回来 虽然他们有点惊讶 但罗斯表示这就是战争 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大家都是拼命地守护亡国 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治疗伤患 现实到战争的残忍 男主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但他也明白对于伤患来说 每一分一秒都是非常重要 然而在治疗的途中 妹子隐约地表示他被大蛇给打飞了 文言男主愣了一下 立马想到当初杀死的那条白蛇 难道那是魔王军操控的魔物吗 与此同时 战场中的大白蛇肆无忌惮地进行厮杀 凡是靠近他的士兵无疑不是被咬死意或者被打飞 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黑骑士不禁感到有点无趣 如果人类只有这点实力 那么这场战争用不了多久便能结束 也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脚呼声 士兵趁他不注意一剑给他来了个透心粮 然而士兵怎么都没想到 明明自己已经刺中了对方 但受伤的却是自己 尽管士兵身受重伤 但此时的他只想着尽快把这个情报汇报回去 就在黑骑士准备给他最后一击时 身后突然飞出几个臭气弹 在愣神的0.25秒中 原本在眼前的士兵突然消失不见 什么意思 人间有厄害的人 人参加 对吗 那是人参加 人参加 你更加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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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团员已将刚刚受伤士兵搬运回来 妹妹连忙安排救治 眼看时机差不多 罗斯表示该轮到他们上前线了 途中罗斯也对男主说道 刚刚救治的士兵表示前线有个身穿黑色盔甲的骑士 对方似乎会使用非常棘手的魔法 如果遇到一定要注意安全 闻听此言的男主立马回想起 未来中学姐和遗数两人都是死在对方手中 她非常担心 万一自己赶不上帮助他们该怎么办 陷入沉思的时候罗斯走向男主 在进入战场前给她最后一个建议 她明白男主应该没办法杀人 虽然救命团的使命是负责救人 但如果被逼到绝境的话 那么 此时的前线魔法弹到处横飞 随处可见的魔族和王国士兵的尸体 来不及感叹便发现一位士兵陷入危险之中 就在巨斧披下的那一刻 一道身影瞬间划过不带走一丝痕迹 与此同时男主一边搬运伤患一边治愈 等来到安全地方的时候伤口已经完全恢复 表示如果有什么不舒服就先离开前线 说完便立马前去寻找学姐的身影 然而此时学姐刚解决完一波魔族士兵后 前方突然出现复数身影 来人正式前来寻找乐趣的黑骑士 伴随身影的浮现 周身瞬间散发出强大的气场 与之对视的士兵感到惊恐万分 甚至双手都止不住颤抖 就连学姐也察觉 眼前的黑骑士与对战过的魔族士兵不是一个等级 正想让大家别轻举妄动 但士兵们突然蜂拥而上 学姐顿时猛逼了 怎么突然之间全都受伤了 看到这一幕的遗数非常生气 抬手就对黑骑士使用光魔法 千军一发之际 学姐及时撞开她 天灵目标的魔法 仅仅擦伤黑骑士的肩膀 就在一束不理解学姐为什么要阻止她的时候 恰好一束鲁莽的举动让学姐明白了对方的魔法 似乎对那套黑色盔甲造成的伤都会全数返还给对手 文言黑骑士不禁地夸奖道 从来没有人能那么快发现呢 刚找到的乐趣也希望你们不要逃跑 毕竟以人类来说你们似乎算蛮厉害的 希望能够多挣扎一回 然而此时前往学姐目的地的男主 莫名地感受到一股悸动 一束和学姐死亡的身影浮现在脑海之中 仿佛未来的片段即将要发生 突然一旁魔族士兵朝男主袭击 危急时刻即时躲避 脑海中的场景不断浮现使得他头痛不一 就算使用治愈魔法也无法缓解这般疼痛 男主也没想到 前不久随手就下的士兵竟救回自己一命 见状男主联盟询问对方知不知道两位勇者的位置 文言士兵表示 勇者的话大概绿在前线中央 感谢一番后男主联盟跑去前线 此时魔族士兵和王国士兵打得水深火润 双方似乎都是有意地拉开战场 给黑骑士和勇者进行战斗 学姐说道 正常反弹攻击都会有上限或者弱点 刚好想到一个计划 虽然有点危险 但也不得不进行尝试 要是万一真的受伤了 男主肯定会治疗好我们 很遗憾并没有什么效果 原本打算利用视线死角发动偷袭 这样或许就没办法反弹伤害 本以为无计可施的时候 学姐忽然发现被偷袭攻击的背部伤害 竟没被反弹 如果这样的话 似乎有击败对方的可能 剑撞学姐让医术再当她一次 这次她将会拿出全部实力 经过实验学姐也发现 似乎来自意识外的攻击是无法反弹 再加上常见刺穿喉咙使她连声音都无法发出 那么她的反弹能力很有可能无法使用 剑撞一束猛然冲向黑骑士 打算给她最后的致命一击 然而 被骑士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明明能够将所受的伤害原封不动的反弹回去 本以为如此牛逼的能力没人会是她的对手 但自从遇到男主后终于明白 自己一生之敌竟是治愈魔法 只因男主将治愈魔法缠绕在拳头上 当击中黑骑士的时候顺带将其伤势致好 这特么还让她怎么反转伤害 然而就在两分半前 黑骑士利用反转能力轻松将两位勇者打败 正准备给予对方致命一击之时 她的一生之敌及时赶到现场 男主也没想到 自己一激进帮助对方完成高难度街舞动作 庆幸的是自己来得刚刚好 就在学姐和一束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及时赶上 看到男主的到来学姐非常感动 本以为临死前都无法看到男主最后一眼 也就在这时 黑骑士打断了他们的许久 只因她非常不理解男主究竟怎么对她造成的伤害 自己明明拥有反转一切的伤害能力才能 刚刚男主的一拳差点没把他拔 他绝对不能放过见到自己丑态的男主 本以为两人能来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却不曾想男主揍了他一拳后就抱着两人逃离现场 剑状魔祖老弟挥动巨谱阻拦他们的逃跑 男主动身一跃紧急着学姐释放闪边阻止对方的追击 剑状士兵们纷纷向前打算为勇者争取时间 经过两分半的治疗 医术和学姐的伤势也基本恢复 学姐正想感谢男主的时候 不远处一把巨剑猛然射向自己 只见男主被定住了 那逃跑有点难了 剑状学姐对男主说道 他发现男主的拳头竟能够对黑骑士造成伤害 只因黑骑士的盔甲大败率是魔力之城的 能够将所受的伤害原封不动地反弹回去 但你的攻击却对他有效 正想询问男主究竟怎么办到之时 恼羞成怒的黑骑士已来到眼前 刚刚男主的那一拳让他感受到莫大的耻辱 他可不会让男主死得那么信任 闻言男主其实并不想战斗 但只要有他在那么 就无法有效地拯救受伤的士兵 虽然他很害怕战斗 但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大家 那么就只能将其击败在这里 很害怕战斗 这一幕学姐都看呆了 也就在这时一束也醒了过来 看着自己伤势完全被治愈 也明白男主已经来了 只是没想到他竟能够和黑骑士打得有来有回 突然黑骑士的攻击猛然转向 来不及思考的男主连忙用手掌一打 黑骑士正想嘲笑对方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魔法竟然软了 男主都猛的硬 明明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攻击 在贯穿自己手掌的时候竟然消失了 学姐也有点不蒙奈 为什么黑骑士在面对男主的攻击时 无法使用反准魔法 甚至不理解男主 为什么一直将治愈魔法缠绕在自己身上 但如果一直缠绕在拳头上的话 那么攻击时敌人的伤势也会被瞬间治愈 黑骑士怎么都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被一个治愈术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明明是来找乐趣的却被打成这样 这一刻使得他愤怒至极 庞大的魔力波动瞬间正非男主 陷入愤怒黑骑士完全失去了脸之 一心只想杀掉男主谢子 看到如此强大的气场一树也不禁地担心起来 唯他 sam 下讞 是 做 他 掉 卓 老 静 没事 小 死 油 Heat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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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也没想到 如此强大的黑骑士近视的萌妹子 解决完敌人大将后 连忙将受伤的士兵一致 当萌妹骑士被打倒的那一刻 魔族士兵们也瞬间放弃战斗 士兵们也非常感谢男主 如果不是他打倒了黑骑士 那么将会有更多士兵受伤 见状学姐也让士兵们先去休息一下 紧接着调戏男主说道 没想到你能表现得那么活跃 真让人羡慕 文言男主脸色一红 其实男主也没想那么多 自己只不过是把治愈魔法缠绕在拳头上 这也是罗斯交给他的必杀技 只应在上战场前 罗斯明白自己根本无法对敌人痛下杀手 但如果遇到无论如何都要击败的敌人 那么就用缠绕着治愈魔法的拳头去揍人 只要边揍边治愈 就不用担心把敌人给揍死 虽然不会使人受伤 但仍然会留下疼痛与冲击力 既能不伤害对方 也能阻止对方行动的完美必杀技 看着男主兴奋的模样 学姐内心不禁的也感到高兴 也就在这时一束走了过来 之前战场上的大白蛇 往前线移动需要尽快支援 文言学姐也明白要尽快将其解决 否则将会有更多士兵受伤 见状男主也想上前帮忙 却不料被赶来的罗斯一把抓住 听说勇者们兵临死亡打过来看看 没想到男主竟然把对方大将给打倒了 非常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经过解释也明白眼前蒙妹就是黑骑士 虽然救命团的职责是负责拯救受伤的士兵 但遇到不可抗力因素之时 不仅把受伤的勇者拉了回来 甚至还生情敌方主力 一举打破魔族与王国战斗中的平衡 现在形势基本大局已定 如果对方没有什么杀手锏的话 那么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于是罗斯决定和男主先回据点 与此同时魔族据点 摩妹得知黑骑士被生情有点不敢置信 甚至被对方打得体无完肤毫无反抗之力 怎么想都不应该 难道是勇者把他的反转魔法破解了吗 文言士兵表示并不是勇者干的 而是身穿白衣 似乎是所谓的救命团成员所做的 文言摩妹一惊 摩妹也没想到 出现一个罗斯已经都难产了 现在又出现一个足以打破平衡的治愈术士 紧接着让男人将大白蛇召唤回来撤退 本应该黑骑士败了由他亲自上场 但战局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 加上王国军团长还未出现 大举进攻士兵们肯定抵挡不住 再打下去也是白费力气 加上魔族这边也没有治愈魔法使 继续进攻只会消耗魔族的兵力 紧接着准备将大白蛇召唤回来 却不曾想勇者们已经来到大白蛇的眼前 与此同时据点类 好無痕 老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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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兵力分点 老虑 就这样胜负一分 魔族士兵也已经大举撤退 罗斯不禁地夸奖男主 身为救命团成员的你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闻言男主回想起自己的点点滴滴 自己意外地穿越到异世界 手足无措地被罗斯带了回据点 不要命般地锻炼自己 虽然过程历经千辛万果 也让自己成长了不少 这一刻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非常庆幸自己能在最后的关头帮到大家 这个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在战场上与之拼死决战的黑骑士 在那可怕的盔甲之下 真身竟是个柔软脆弱的白毛美少女 还因为自己的一发绿光魔法就幸福到落泪 牛逼就在两天半前 国王邀请男主前去城堡授训 在原世界连奖状都没拿过的男主 居然还有一天能在公众面前被表彰 内心当然是充满了对认可的高兴 忍不住在蒙兽面前叙叙叨叨 就在这时 国王又一次传唤他前去协助工作 去往城堡的路上 已经成为大红人的男主被众人团团围住 原来这就是受欢迎的感觉 极品奶妈就是好啊 总算逃出人群能来到城堡干正事 他又和骑士们称兄道弟了一番 至于国王为什么需要他来 只因他在战场上打倒的黑骑士已成为俘虏 希望男主能配合审讯 听闻此时他还以为黑骑士会大闹一番 没想到他对魔王军其实也没那么忠诚 所有情报都有老实回答 但却对最重要的信息闭口不提 就比如敌军军团长的魔法以及能力等等 不过他也表示愿意透露情报 但前提是需要和男主见上一面 文言男主都猛逼了 这葫芦里又是卖的什么药 眨眼间学姐就带着男主来到地牢 浑身滋滋火花带闪电 他让男主放心 发誓不会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男主都无语了 不久前你好像才被对方干到吐血 文言学姐老脸一红 毕竟那么不讲道理的能力 也只有男主和团长能够反击 紧接着自信表示 他起码可以充当男主的肉盾 其实男主也不明白自己能与之抗衡的原因 军团长解释 黑骑士的魔法属性是暗魔法 而治愈魔法的力量能够与之相互抵消 文听此言的男主顿时一惊 这里原来也存在着属性克制 但那岂不是也代表着自己在做他的时候 治愈能力效果早就抵消了 那可不妙啊 紧接着他连忙跑到地牢内 他深知 黑骑士此时必定身受重伤 只因他的拳头能轻易打碎两吨半的巨石 如果没有治愈魔法的恢复 那么此时的他必定痛不欲生 为何却什么都不肯说呢 而黑骑士见他过来只是虚弱一笑 无所谓 这就是疼痛的感觉吧 于是男主好奇询问 为什么非要见我一面 黑骑士表示他也不懂 可能就只是想再看一眼 让自己变成这副惨壮的一生之敌吧 对方弃弱犹斯的状态和艰难的动作 男主似乎能感受到他一直强忍着的剧痛 于是让军团长把门打开 他想要进去为黑骑士进行治疗 黑骑士觉得他只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但骑士男主真的不明真相 现在只是赶紧来弥补失误 黑骑士在治疗中很是抗拒 但男主根本不听 当治疗完毕后 黑骑士的盔甲随之消失 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只不过随手帮他治愈伤口 竟让对方忍不住煽然落泪 殊不知拥有反转伤害的他 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治愈魔法带来的温暖 坚硬的盔甲下面 实际上也只是一位可爱的普通女孩 居然有这么幸福的体验 他简直再也不想放手 眨眼时间来到第二天 男主迎来了久违的地狱式训练 看到这一幕男主傻眼了 明明魔王军都撤退了 为什么还要继续训练 不过团长表示 尽管现在迎来了短暂的胜利 但对方也不过是战略性撤退 不排除战略整顿完毕后再次袭击的可能 一旦摸鱼就容易被人趁虚而入 所以当然应该趁现在多教他一些东西 文言 男主也明白自己的治愈魔法还未登峰造极 也不会烧火棍 面对疾病或者诅咒类的魔法还根本无法治好 团长表示 他现在的肉体和体力都只能算勉强及格 那么男主现在到底是要训练什么 男主立马察觉 对方肯定只是想借着训练幌子打自己一顿 真不怕给自己直接一拳轰碎吗 团长认为男主太过依赖治愈魔法 这次的训练 也是让男主学会如何将闪避拉满 毕竟身为治愈魔法使 潜意识里必然会觉得就算受伤也能治好 所以就会不注重躲避伤害 但万一遇到影响治愈魔法的诅咒该怎么办 所以现在男主急需学会如何闪避 才能避免被这种特殊情况击垮 听起来确实有些道理 但结果不还是要爽作男主一大通吗 接下来硬生生吃了团长一拳的男主 连防御都不被允许 于是足足昏迷了两分半 当他起来后甚至都断片了 还以为一切只是自己训练过度做的噩梦 可残酷的挨打训练还得持续 团长早已经在复活点蹲了他半天 笑死了 就这样被团长打了两天半 直到他被国王召解 男主才总算闲下来再次跑到地牢中 对着眼前的萌妹歧视不断诉苦 感觉他所做的训练完全是扭曲人性 听着男主的喋喋不休 萌妹都要裂开了 突然跑过来说一大堆话 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男主解释 团长刚好有事今天爽爽放假 所以想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而已 也好奇萌妹今后的打算是什么 萌妹都无语了 自己都被关在地牢当俘虏了 还能有什么未来的打算 不过他好奇男主为什么对他那么关心 真怀疑男主这绿光魔法的效果不止至于 男主出来后便看到一树似乎在研究什么有趣的魔法 不过当公主表示一树其实是正在训练 他的内心便彻底裂开了 为什么人家的训练有美女相伴爽的一批 可自己却是被暴揍到断片 这个世界究竟是对他多么不公平 笑死 而一树也察觉到了男主的到来 三人坐在一起愉快聊起了天 听说黑骑士已经全部招供了情报 而这都是男主的功劳 不如说这整场战役如果没有男主帮忙 说不定根本就战胜不了敌人 他们都非常信任着男主 一树还差点说漏嘴自己战场遇险的事 被公主一顿气管炎狠狠教育 殊不知 当男主离开没多久 团长就受国王的命令来到了地牢找蒙妹 他之所以会来这里是给蒙妹两个选择 一是在牢房里度过余生 而另一个就是 然而话没说完 蒙妹就硬气表示要杀药寡他都不叫一声 但紧接着 当他看到团长真的二话不说掏出钥匙打开牢门后 顿时又开始汗流加倍 而是更麻烦的处理方式 那就是将他重新培养成一个正直之人收入麾下 团长也早听说黑骑士对治愈魔法毫无办法 于是也一个绿光砸下去让他眼冒惊心 善良的国王并不喜欢杀害俘虏 哪怕对方是魔族大将也一样 他们也明白魔族的团结意识非常强烈 虽然黑骑士并不忠诚 但如果就这么杀死俘虏 也只会进一步激怒魔族 而如果魔族燃起复仇之心的话 也将会变得更难对付 紧接着团长为蒙妹佩戴上项圈 这东西是可以封印魔力的道具 虽然可以把蒙妹关在这里度过余生 但王国可没那么多闲工夫派人一直监视着 所以成为最后选择的 就只有正直魔人改造路线 说好的选项也只不过是通知 在说一不二的团长面前 小小蒙妹又怎么可能得到选择权 哈 選択肢的话是 ロイド様は私に言われた 黒騎士の処遇をまかせる とな 何をするつもりだ 牛逼 就这样 团长带着蒙妹出现 正好找到和蒙兽训练着的男主 他嘴上说着讨厌训练 但这不是放假也还积极练着吗 当看到团长扛着个大屁股对着自己 男主定睛一看才发现对方是蒙妹骑士 这家伙不是俘虏吗 团长怎么会私自带他出来 而团长解释 从今天起 他将以救命团仆人的身份进行训练 重新矫正他的品格 毕竟锻炼魔族不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吗 加上魔力也被封印 也不用担心他暴走作乱 男主看着悠悠转醒毫无所觉的蒙妹 只觉得他也是和自己同病相连的天涯沦落人 节哀节哀 晚上13人回到据点 趁蒙妹睡着后 团长喊了男主过来 只因今天面见国王时他被吩咐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也与男主有关 为了今后与魔族战斗 国王决定寻求他国的协助 为此想派遣使者将书信送往各国 而目前国王选出的使者就是学姐和医术 当然还有男主 文言男主傻眼了 学姐和医术身为勇者前去他能理解 但为什么他也要去 团长也解释 你现在可是深受国王信赖 不但身为稀有的治愈魔法使 同时还是击退魔族的大功臣 这种大事舍你其谁 国王之所以指明要你去 就说明你一定能完成这项攸关王国命运的使命 而团长的意见也和国王一致 距离出发还有一段时间 让他好好地为此做好准备 第二天一早 男主走在大街上 看着脸上洋溢着笑容的温柔人们 他也逐渐下定了决心 送信之旅也是为了保护这些人 守住这充满温暖的国家 他不会逃避这份责任与信任 突然身后传来学姐的声音 这难道就是在菜市场偶遇的命运必然 学姐真的是越来越颠簸 还不等她的话说完 男主的余光突然瞄到之前的欲言兽尔娘 赶忙冲了过去将她抓在了手中 小狐狸也等她很久了 新的支线任务收到 男主将交付代价 去救助小狐狸的妈妈 成功把兽儿娘和魔祖女骑士收入囊中 战斗奶妈接下来的目标是兽人果 小狐狸终于主动来到男主面前 欲言家这回可要好好抓住了 学姐看到一世界特产兽儿娘开心不已 但看到男主完全无视她又吃起飞醋 不要在这时候忙着刷存在感啊 小狐狸看起来确实很急 于是两人带着她回去谈话 男主本以为小狐狸的求助是秘密行为 但她也没有避开学姐 毕竟她也早就知道学姐是勇者 必然不是那种会泄密的恶人 之前要不是她提前自爆欲言家得知的影像 男主也难以反败为胜 当然小狐狸本来就是为了这个才会告诉男主 那段影像她在一年前就已经得知 这个国家有她很重要的人 她不希望这个国家灭亡 更不愿意让男主和这里一起陪葬 由于兽人永远不会有治愈魔法史 而在人类里其实也是凤毛麟角 之前她也去过各个国家求助 但无一例外都被拒绝 剩下几个能筛选的人里 虽然好脾气 但没有战斗能力的没法去兽人国 地位太高有身份的团长也请不动 所以亚萨西的男主可谓是小狐狸目前的唯一希望 她的妈妈一直昏迷不醒 她只是想救救妈妈 后续男主的行动也没有让她失望 所以现在她才会主动现身 邀请男主和她一起去兽人国 男主陷入了沉思 主要是在经历魔王军的事情后 现在她也是国王面前的大红人 贸然去兽人国听起来不可行 但说不定可以利用那个传信计划 途中顺便去一趟办事 等她请示一下国王和团长 小狐狸就先和学姐待在一起 还告诉她如果学姐对她图谋不轨就大叫 学姐终究还是完全沦为搞笑角色了吗 笑死 结果刚和团长说完 男主就吓了一跳 原来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狐狸 居然是兽人族的独氏公主 背负着预知兽人族灾厄 并提前告知的命运 要是知道她擅自跑来王国 说不定都会衍生成战争问题 陆玉的支线任务 感觉要升级成主线了 不确定再看看 男主刚一回屋 却发现小狐狸毫不意外 毕竟她早已预知了事件的结果 两人只在眼神之间就做到了心照不宣 气得学姐垂桌吃醋 站在男主的立场 他一定会尽力帮忙 不管小狐狸是什么目的 但正是因为他预知的恩情 才让伙伴们还能像现在这样胡闹 此时的黑骑士已经完全被特训调教 每天都累得像条死狗 就连晕倒在地都不被允许 团长随时在后面追着准备咬人 团员们的热情也让他难以招架 直到男主落座他表情才好些 怪不得之前男主让他急哀 这地狱训练真不是盖的 简直比坐牢折磨多了 男主甚至还特意给他带了礼物 别聊了别聊了 纯情小萌妹真的顶不住了 从此这本日记就被他日夜珍藏 每天的辛酸苦楚都开始记录在册 几天后男主也回到了训练队伍共赴地狱 看着柔柔弱弱的小身板 却比他还快得多 不禁让他吐槽这里只有自己是个假魔族 而其他人都是假人类 又过了几天他突然发现一些不对 为什么跑步时森林里总会传出怪声 于是他忍不住吃瓜探头 却发现男主团长正在里面开小子 说是练习 但其实叨叨烈火全权致命 这就是战斗奶妈之间的训练吗 你们城里人真牛逼 团长大叫着让男主闪避 男主吐槽你故意让我闪不开还好意思说 曾经还在天天抱怨挨打 不知不觉怎么就完全融入了呢 居然还和团长针锋相对起来 男主你真的变了 即使这样也是长足的进步 现在防御和闪避还真的有显著提高眼 黑骑士看得汗流加倍 挨了那么重的打还一脸神清气爽 男主真的要变成怪物 还好意思吐槽团长呢 但他实在不敢说 只能在团长面前不停点头哈腰 训练告一段落后两人树下休息 男主总算找到机会询问他的名字 女孩一脸娇羞地回答 可男主接着就把他放置普A 完全不回应他被叫名字的期待 天然也有点限度吧 蒙妹的待遇果然不如蒙兽 傲娇蒙妹最终只能在沉默中爆发 之后默默地回去自闭了 今天的团长也上了桌 听说黑骑士自闭 众人都能猜到是男主不自觉地干了什么 男主一脸蒙冤 开始为自己辩解 一伸手就掰断了一只勺子 团长看见就开始给勺子报仇 浑身的黑气吓得所有人进入寒蝉 对不起我们其乐融融包饺子啊 饭后团长又和男主单独谈话 正好被出来觅食的黑骑士偷听到 也知道了传信之旅的事 第二天男主带着小狐狸面见国王 看着富丽堂皇的环境 平时面无表情的他也难得紧张了起来 但贤明的国王反而在初见时向他垂手 震惊了包括他在内的周围所有人 感谢你拯救了王国 我们也会尽力帮助王国的恩怨 为此 男主的旅行计划末尾会加入兽人国的邻国 给他一个名正言顺跑去隔壁的机会 之前的旅程都会有同伴们陪同 不过去兽人国就要靠男主和小狐狸自己了 身边应该只能安排两名骑士 人数太多容易被对方戒备 想起之前遇见的红毛 男主希望能够推荐他共同前往 红毛是个专注于新的人 只会同时做好一件事情 所以之前就一直专注于城门守卫 但如果男主希望的话 他愿意短暂地将守护的目标转向两人 至于另一个就选择萌兽吧 又可爱又可靠美滋滋 至此靠谱的护卫也顺利到手 看来这是稳啊 而偷听情报的黑骑士一听男主要跑路 于是也想跟着一起跑路 不出意外地被团长当场抓获 团长看他没有回魔王军通风报信的意思 倒也没有重罚 只是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都什么时候了谁还管魔王军啊 现在的黑骑士满心满眼只有男主的安慰而已 但傲娇的他又不肯承认 最后又惹得团长追在他后面摇 度过了充实的一天 听闻他英勇地逃跑事迹 男主前来慰问 一听他明天就要走 女孩心头的寂寞无处诉说 只能用不满的动作来表达 这时男主乖乖地叫了他名字 于是他只能被硬控两秒半 眼齐吸鼓地走了 男主不明所以 女人心果真还抵真 不过第二天就走是不是确实太着急了点 团长决定在临行前再交给男主一件事 至于魔法比起其他魔法 其实很容易被小看 每当这种时候 就让那种人见识一下奶妈的拳头吧 可只看表面现象就下定义的人没什么好说的 凑就完事了 团长希望男主在这趟全新的旅途中 能得到更多好的收获 他非常看好男主 感受到团长的期待 他默默擦了擦眼泪 他果然很信任团长 他就是他最尊敬的师父 被他期待也特别的开心 之后男主进入了送别环节 小狐狸也一样 暂时告别了这个国家的羁绊 他们踏上了全新的旅途 公主和一树日常默默放闪 而团长也只是嘴上很酷 其实在当天早上特意站在高处 默默目送着男主一行人远去 男主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 安心地望着面前的伙伴们露出微笑